说到全球红灯区 泰国的巴提亚 德国的Aero Center 阿姆斯特丹的橱窗女郎 澳门的桑拿 新加坡的亚龙 巴西的伯瓦特 美国的拉斯维加斯 再加上日本的飞天心地 被我们的合伙人老杨 称为世界八大奇迹 作为一个有幸都逛过几圈 这些地方的人 如果逐个点评的话 这篇视频怕是过不了沈 但可以把结论放在这里 日本的飞天心地 在综合指数评分 至少会是饱三争一的存在 1910年的一场大火 席卷了难波心地一步 导致了所有红灯区的建筑被烧毁 此后经过了几年的复苏 飞天心地于1916年浴火冲生 以通天阁为中心的新世界 也因为战后经济腾飞 而大受欢迎 而离新世界很近的飞天红灯区 在昭和初期就出现了超过200座廖庭 名为廖庭 但大家是不是奔着吃东西去的 就不知道了 飞天是日本最大的赤县红灯区 是大正时期最庞大的游阔 与江户时期的吉原游阔并列东西而立 后来因为德川家东迁 明治天皇迁都江户后逐渐没落 在日本战后被划为赤县地带 所谓赤县 意味着日本政府半放任的灰色区域 紧接着就是被山口族旗下的大阪柳川族 全权掌控 与江户的吉原不同的是 飞天最高等级的一XXX叫做太夫 而非众所周知的花魁 这其中差别 堪比姚姐和青楼名XXXX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此外 吉原属于青县地带 是日本政府颁发牌照 合法运营的区域 如今号称风随夜晚走的泡宝鱼 几乎都集中在吉原地区 值得一说的是 吉原就在访日游客 必打卡的标志性建筑 浅草寺附近 左边前程参拜 右边纸醉金迷 人间迷幻 莫过于此 1958年颁布麦XXX防止法后 留下了许多非常宝贵的建筑 而这一地区最古老的建筑 也有像雕摆这样 是在日本政府注册的有型文化遗产 飞天新地 大致在大阪市西城区 三王三丁目这一带 店铺实际分布 在板神高速两侧 右边是青春通 以年轻女孩为主 左边是妖怪通 以另类癖好为主 妖怪通是被西城的花街 条件不佳的女孩 都会在妖怪通解客 不过正所谓百货应百人 西疏散落的料亭内 可说是应有尽有 走到区域内 乍一看像小饭店的二层建筑非常多 紧接着 一路走到年轻貌美的青春通 整条街道的白底黑字招牌 连绵无尽地埋没在另一端 游客们一个个暗自窃喜 不停地四处展望 室内一般都开着影 负责弹商 一位年轻女孩负责代客 每经过一处凤庭 都会听到屋檐下 妈妈桑此起彼伏的招呼 这一处的粉红灯色下 或浅笑或 穿着水手服护士服的美女 则始终一言不语地 盯着鸡肠鹿鹿的男人们瞧 第一景点 去年年终的时候 因为疫情的原因 合伙人老杨接触过一些 试图转让廖亭的幕后老板 有些涉及隐私 不方便在这里说 但可以说的是 飞田的美家廖亭的营收极高 成本极低 装修可以忽略不计 人员薪资全部看提成 而牌照已经不再审批 不用担心新出竞争对手 而百年来的文化 带来巨大流量 就这样 一个几乎零成本 高收益 高壁垒 轻运营的争议 几乎完全符合 好生意的护城和理论 但如果只有好处 没有人忍心转让 这是源源不断下金蛋的母记 在经过和多位前辈 和业内人士深聊后 我们才知道 目前最大的风险 来源于政策 大阪政府这百年来 一直对飞田 采取装聋作哑的态度 毕竟这背后 牵扯着巨大的利益 但随着今年的东京奥运会 过些年的日本赌场正式开业 以及这些年 富着游客的飞速增长 大阪身为游客 仅次于东京的打卡地 如果飞田 还一直作为名片之一 国际的舆论压力 则会越来越大 这些幕后老板 在这些年 已经赚得盆满钵满 在这最后的未知风险面前 部分人想着套现离场 而一个不足十平米的 飞田料亭 转让费 则高达八位数人民币 单价近百万一瓶 分分钟秒杀 国内的学区房概念 这背后的利益之大 诸位可以想象 说到这里 再多说几句 自相矛盾的题外话 飞田新地 处于大阪西城区内 而外围的西城区 则是日本最危险的 治安死角 五年内 共爆发过两次严重暴动 街区内徘徊着黑道 毒贩 流浪汉 我曾和爱人体验过 那里的民宿 满街的尿槽味 和脏乱垃圾 肯定会让你无法相信 这里竟然是 日本的一处规划区 而整个新京宫 到天王寺之间的范畴 都被认为是大阪的独流 被称为是日本的义世界 飞田新地的四周 都被高耸的石墙隔开 宛若城中古道般 矗立在大阪正中央 因为临近的阿贝野区 是大阪都市计划的新规划区 就像东京的西流六本木般 被寄予众望 大阪政府 不愿意将黑暗阴霾的理 与光鲜亮丽的表 一同摊在阳光下 讽刺的是 一墙之外的高级驻柴区 停满了各式的稀有跑车 墙内的游民 只能裹着棉被 全区的角落 出品的不远的 这一段时间 都是在阳光鲜亮丽的 甩约都是用的 一刀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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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来的